在中国历史上 有一位站在权力之巅 达半个世纪的女人 她没有做皇后 却获得了皇后所没有的权势与地位 她没有做皇帝 却把好几个皇帝控制在鼓掌之间 在她的时代 大清国彻底走向崩溃 中华民族彻底开始被动挨打 在她的时代 社会开始改变思想 开始开化 她就是慈禧太后 与万历皇帝很像 在她的时代 大清国病入膏肓 而她却没有看到国家的灭亡 仍然带着丰富的隋葬品 入葬了自己富丽堂皇的陵墓 而奇怪的是 她虽然始终没有成为正宫皇后 一直是西太后在陵园里 却葬在了东边 是她要在死后 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吗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 清朝皇帝的陵墓 并不像明朝那样集中 也不像汉唐那样 每位皇帝都有自己单独的陵 而是几位帝后 共同葬在一个陵区 分为四个陵区 其中有在金辽宁省 新兵满足自治县的永灵 葬着清太祖努尔哈治 以前的女真首领 在金辽宁深沈阳市附近的弗陵 葬着清太祖努尔哈治 和清太宗皇太吉 在金河北增化附近的东陵 葬着顺治康熙 乾隆咸丰同志 及他们的后妃 在金河北一县的西陵 葬着雍正嘉庆 道光光绪和他们的后妃 其中规模最大 随葬品最多的陵墓 就是清东陵了 慈禧太后就葬在清东陵 她作为清朝后期的最高掌权者 对自己陵墓的修建 更是极尽奢侈之能事 这使得清东陵 成为清陵中最奢华的陵墓 不过到了清东陵 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咸丰皇帝的两位随葬后妃 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 他们分别是东太后和西太后 他们在东陵中的陵寝行制规格 都是完全一样的 分至马槽沟的东西两侧 然而西太后慈禧 葬在了东边的陵寝里 东太后慈安 却葬在了西边的陵寝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是东大西小 东宫太子 皇帝正宫皇后所居是东宫 慈安是咸丰帝的正宫皇后 所以成为东太后 慈禧虽然权力势力都比慈安大许多 却始终没有正宫太后的名分 那么她在死后 葬在了东边的陵寝里 是不是她要在死后找回之前 所没有得到的正宫地位呢 有传说讲 本来安排的就是东太后慈安葬在东边 西太后慈禧葬在西边 但是慈禧对这种安排十分不甘心 她一定要获得东边的陵寝 就使季与慈安太后打赌 两人下席决胜负 圣者可以入葬东边的陵墓 慈安太后不明用意 也没有在意就答应了她的要求 慈禧就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夺得东边的风水宝地 当然为齐菊做了多重准备 志在必得理所当然的赢得了齐菊 慈安本来就柔顺而有信用 就把东边的陵寝让给了慈禧 慈禧终于能够得偿所愿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慈禧根本不管什么名分 强而行之 在慈安死后 她大权独揽 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与之抗衡 她强制下令要把慈安下葬在西边 朝中虽然有人见证 却根本无济于事 她就这样硬是把东边的陵寝抢了过来 不管用计还是用抢 慈禧一定要在死后 得到唯我独尊的地位 身为西太后而获得东边的尊宠 可是事实上这些说法只能是传说 在丧葬之事被看得无比重要的 中国古代社会 这种自行改变下葬位置的情况 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算慈禧可以飞扬跋扈 独断专权 她却不能不顾及祖宗所留下来的法度 再怎样大权独揽 她也仍然是爱心绝罗家的媳妇 关于丧葬 灵寝这样的大事 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祖讯 甚至皇帝本人也不能例外 慈安慈禧都是咸丰的后妃 他们是陪葬在咸丰陵墓旁边的 二者的陵都在咸丰陵的东边 而慈安太后是咸丰帝的正宫皇后 她的灵寝就要更接近咸丰帝 所以在西边 慈禧是皇妃 无论怎样都不能于皇后的位置 只能离咸丰帝稍远 葬在慈安陵至东 所以才会出现 西太后葬在东边这样的事情 慈禧葬在东边 并没有获得东边的尊贵地位 而是不得不屈就于慈安之策 离咸丰帝更远一些 获得皇帝的百般宠幸 控制中国达半个世纪 她却不能决定自己死后的位置 仍然要走进 她不得不进入的陵寝中 她当然不会甘心 不能改变位置 却能改变建筑和陪葬品 于是慈禧在死之前 下令重建了自己的陵墓 使得慈禧灵成为了 心灵中最为精美豪华的陵墓 陪葬品更是占尽了 大兴国的奇珍异宝 不知道她在入葬的时候 会不会仍存有遗憾 但是她一定不会料到 自己豪华的陵墓 使得自己并没有安枕几年 就被迫重建天日了 感谢您收看 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 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